中国近几年的经济发展迅速,如睡醒的雄狮,咆哮一声撼动了世界,在韩国斯密达的想象中,我国还是六十年代落后的小渔村,印度也不例外,挥金如土的印度富人屈女孩,甚至存在的一种偏见,中国比印度穷,是什么蒙蔽住了他们的双眼? 各国的富人生活相差无几,印度富人在底层人民,的衬托下更显豪气,印度严格的重新制度下,富人屈姑娘们享有更多尊贵的权利,他们始终走在世界时尚的最前沿,穿着名牌衣服,拥有无数量豪华跑车,在梦买一个有钱人除了在城市中建独立住宅,还会雇佣厨子,司机和大批的仆人,这些仆人位于第二或第三阶级, 同样是印度穷人仰望的存在,富人屈的女孩上最好的私立学校,长大后去英美等国家留学,远嫁国外的也不在少数,含着金汤池出生的姑娘,被金钱和地位蒙蔽双眼,自然觉得中国没有印度有钱。 据调查显示,印度位于收入顶层,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%,这些人每年至少赚2万美元,人口规模和人均收入和我国香港水平相当。 与此同时,底层和上层阶级几乎完全割裂,印度富人们拥有被赐厚的特权,穷人却连一个厕所都修不起。 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,但是富人区的各种奢侈品商店离朗满目,在梦买一些时尚达人的日常消费,就能供给数百贫民一天所需的食物。 这种差距让印度穷人们如景底之蛙,只能仰望印度富人,仰望这个世界,消息闭塞的穷人们,认为中国不如印度有钱,而印度富人区的姑娘养尊处优,邻国中国对他们来说,自然是不如印度富有了。